對 我包送一貓 右包五百百喔 叫賣聲此起彼落 不論是小吃還是茶樓 九份山城 人潮爆滿 另一頭台北101前 立起找架 自拍留念 人手一擊拍不停 世界各國觀光客都很愛 曾經的世界最高樓台北101 是許多觀光客來台必訪景點 但現在看在台灣民眾的眼中 又是如何 品牌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這些運動品牌 可是101也有啊 然後其他的可能 比較舊式的百貨公司也有 小兵貓的感覺 就是跟平常的小兵貓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不管怎麼樣的市集 到最後就是有屋頂的 會變百貨公司 沒有屋頂的全部都會變夜市 國旅遭抨擊 又貴又難玩 現在不只101 女王頭 智月潭 九份 墾丁 這些經典經典 統統都被點名 連台灣人都不想去 追根究底 就是因為缺乏特色 淪為商業化 盈利景點 風景也蠻好看的 但是可能那些 伴手禮店就會比較多 一樣的 重複的有點多 去西門很熱鬧 西門店 然後台北外面去酒飯 買了珍珠奶茶有很多店 各業區有各的特別好吃的 假日就是塞車 然後也沒什麼改變 反正就是風景就是一般一般 景點夜市化 玩起來大同小異 美食小吃嘛 龍港款 觀光客也很難經驗 有一些國家 像泰國啊 或者是印尼這邊的 他們就會要求說 同樣的產品 同樣的品類 在一定的規模之下 不能夠有兩家以上 同樣的商品 結合特色文化 避免淪圍死板觀光景點 才能另創藍海 留住人潮 環宇新聞張霞與黃萱萱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 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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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